诸佛正法众众尊 知智菩提我归一 我以所行施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知智菩提我归一 我以所行施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知智菩提我归一 我以所行施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那我们在上个礼拜在上宪观的时候 我想说我们先复习一下 还有我们再到我知道有一些问题 还有我们问完问题我们再上一些新的嘛 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准备要上到什么 已经开始要上到中官派的认为的什么 叫做两种的佛性了吗 所以我们已经到中官派所认为的 因为我们不要说佛性而已 乃至到种性嘛 因为它可以分身文的种性 独觉的种性 大圣的种性 和跟佛性 是不是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讲了说 以大圣来讲的话 如果是究竟一称的这种认知来讲的话 是不是他说什么 不是所有的人一定有大圣的种性 但所有的人一定有什么 一定有佛性嘛 因为所有人都有成佛的那一个可能 终究也会成佛 可是他不一定有 现在此时此刻就有大圣的种性了 但有小圣的种性那时候 他没有大圣的种性 可是他什么 他心绪当中还是会有什么 还是会有佛性的 这个是不相违的嘛 我们上次来讲 我们是上次来讲的话 我们讲到哪里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讲到说 那维士派 他的认知是什么呢 他认为说 不管是增长性佛性也好 还是自信性佛性来讲也好 应该是这样子讲是不是 他说什么 自信性佛性是增长性佛性的因 对不对 增长性佛性是自信性佛性的果 他们有两个相同的特点 一个是从无始以来而有的 一个是什么呢 他可能是有六处的特征 他是在六处之上的这种的能力 就是掩饰意识到意识 这个来讲这是相等的 哪里不一样的时候是 以自信性佛性来讲 是不是说什么了 他说这是从来没有受到 后天或者别的因素的滋润 他是乏而如是 而乏而获得的话 这叫什么呢 这叫自信性总性 而当他由听闻去滋润 被滋润这个习气的时候 那个时候被滋润到的习气 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叫增长性的总性 所以是不是他的自信性佛性变成增长性佛性之后 他就不会再剁回去了吗 他就不会再回去到自信性佛性了 他就是已经到有受到这样子的滋润之后 从自信性佛性或者自信性总性变成增长性总性的 为什么 这次我们可以看到说什么 是不是 唯士派对应神派 或者对中官派的疑惑就是说什么 他不认为说 有一个总性 或者又有一个所谓的大圣的总性是什么 是长的吗 如果有这样子一个大圣的总性是 以空性 以长法来关带的话 那所有的众生都可以有了 就不用来讲 所以他的概念是什么呢 他对唯士派对于总性的概念来讲 不管是增长性也好 自信性也好 他一定是什么 他一定是无偿的 他一定是无偿的 在于无偿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是 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来的时候 那这第二个阶段来讲完 我们说什么 我们是不是从小秤 或者声闻二秤的 中义认为的 叫什么叫做总性 到了唯士派什么认为到总性 那第三个阶段什么是 那中官派是怎么去破斥这个吗 最大的破斥是不是说 他说什么 那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叫他叫自信性佛性呢 因为你说一切的圣人的智慧 或圣者的智慧 都是由他而生出的 由这个而生出来讲的话 那是不是这个时候 圣解脱君 跟世纪前大师最大的辩论 就会问说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不是增长性的总性 也变成是自信性的总性 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来讲的嘛 因为如果你要走无常的话 他为什么叫做 我们那时候 应该说主要问的问题 叫做 他为什么叫做是总性呢 这跟什么不一样 他说因为依这个而生起道地 因为依这个而生起 圣者的智慧来讲的话呢 那则增长性总性 也应该是自信性总性了嘛 因为是从增长性总性 而生出来的缘故 是不是上个礼拜 我们是不是就有提到为什么 他是不是说 福政大师这边认为说 在以 加行到以上的 的总性来讲 不管是声闻也好 独觉也好 大胜也好 就只有 增长性总性了 没有所谓的自信性总性 因为已经受到滋润 我们上次来讲的话 他已经受到了 那个 止观双硬的滋润了嘛 已经受到了 不管是三寸 哪里 可能是普特小龙无我的见解也好 可能是 能取所取的一体空 无外境存在的这样子的 见解的滋润 或乃至说什么 他受到法无我的空性的 这种的智慧的滋润的时候呢 可是在什么 在以加行到以上 应该都已经在 止观双硬的阶段 都一定会 之前的这种自信性的总性 都受到滋润了 已经都受到影响的时候呢 让它变成什么 叫增长的总性了 但是 如果你说 为什么这种无漏的习气种子 为什么叫做 自信性总性呢 因为道地是由他而生出 因为由他而生起 圣者的智慧来讲的话 那则什么 则增长性总性 也应该成为自信性的总性 这个过失 或者这个香围 就会产生了吗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 应该来讲的话呢 我们最主要最主要来讲的话 他说 这边来讲的 就是说了 说 看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什么 他说 那可是在经文上 或者经传言论里面有说 是这样子来讲 我们是不是讲说 这叫做什么 不了意的说法吗 一个是讲说 取名为 取名为 自信性佛系 但不是实际的自信性佛系 这是 如果 因为维斯派 他主要是依着是 弥勒菩萨的 他主要是依着 弥勒菩萨的 持世无论而说 他引用了 经传言论来讲的时候 那会说什么 你如果对中安派来 他不会否定 弥勒菩萨的这种说法 但他说什么 弥勒菩萨这个说法 这是把他说什么 他是取名为 或者称为 自信性佛系 但不是什么 不是真实的自信性佛系 真实的自信性佛系是什么 因为他会说 这根本没有符合到 自信的这个词 是不是我们上次有一个辩论 他 四子贤大师跟 圣雪兔之君 首先来讲说 你如果叫他自信性佛系来讲的话 那个无肉的习气种子 你第一个你又说 不是所有众生都有的 也不是什么自信的 那你为什么要取名他叫 自信性佛系 你这个不是就是 有相违背吗 没有名副其实吗 你为什么要把它取名为 这个来讲 那经创人员来讲的时候呢 他叫自信性佛系 就是什么 取名为叫自信佛系而已 而不是所谓的 实际的真实的自信性佛系 这是我们到 上个礼拜应该是 上到这边的 因为我今天有做比较大的复习 因为什么我怕大家有一点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复杂 是两个派别在 在跳来跳去 维斯派跟中关派这样子 跳来跳去的时候 那想说大家 这个礼拜有一点点的思维的时间 那我们再做了一个思维 我这样子把它做一个 总结的话 大家有可能就比较听得 或者有比较有概念了这样子 好 那我知道有几个问题 我看到群组里面有几个问题吗 群组里面有师姐提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说 我们就是说 维斯认为无漏制种子 它是自信性佛系 那阁下在解释的时候 就会把它说成是无漏习气种子 那师姐会认为说 这个习气是不相依刑法 那不是刑法 可是呢 这个无漏制种子 它是一个心事 他认为说 这个样子是不是有香味 或是说 难道是可以含射或是互换吗 他的问题是这个 好 所以那就是他 我们只是用简称的 你比如说 这个问法 我先用批语来问的 他的辩论或者这个问题 等于说 你要好像在问我说 不是番茄 因为是西红柿 一直讲一样的东西 他的这种问法的问题 等于是说 那不是叫番茄 因为它叫西红柿啊 实际上来讲 就在讲同样一件事情的 所谓的无漏的种子 就是在讲说什么呢 从无始以来 不是心的所放下的吗 你说无漏的习气的 或者无漏制的习气 就一定是增长性佛性 或者自信性佛性 我也说不一定吗 如果他要这样 真的来讲 问这个来讲的话呢 所谓的凡是无漏制的习气种子 不一定是自信性佛性 不是从无始以来就过来的吗 可是那也是一个无漏的智慧 所留下来的习气种子 所以我们讲那个无漏的习气 或无漏制 反而你用说什么 无漏制所留下来的习气种子的话呢 这个好像会 还反而会有疑惑 说是不是 它从无始以来就有个无漏制 它留下来这个来讲 这个不是有一个无漏制的 而留下来的 这反而还会有更大的疑惑 可是实际上来讲 它所谓的无漏制的习气种子 是什么是 由此能生起圣者的智慧吗 为什么它会有那一个疑惑 所谓的无漏制是 初生起是在哪里生起呢 是在于见到的第一刹那 对不对 见到的第一刹那无漏制才会生起 这之前没有无漏制 无漏的智慧不会生起 可是这个来讲的话 无漏制的习气种子 或者我讲的无漏制习气种子来讲 它不是讲说是透于一个 无漏的心事 所留下来的这个习气种子 如果这样的概念来讲的话 这就不是叫我们在维斯派 讲到说是 自信心佛性也好 也不是增长心佛性来讲也好 为什么 因为它是后天的另外一个 不是由无始以来 所留下来的习气种子 那我们为什么叫它 是无漏制的习气种子呢 是因为这个习气 启发而生出来的无漏制吗 是由这个习气种子被唤醒 它生出来那个无漏的智慧 所以它叫无漏制的习气种子 不是无漏制所移下 或者所放下的这个习气种子 它叫无漏制的习气种子 而是说什么 是由这个习气种子 而能生出无漏的智慧来讲 它叫无漏制的习气种子 或我们简称就无漏的习气 和第二个来讲 它的第二个问题 或者它中间的问题来讲 这是有错误的理解 是什么是 不管是无漏制的习气种子也好 或者无漏的习气种子来讲也好 凡是习气种子 一定不可能是新世 就是新世所留下来的种子也好 或者是无始以来 所留下来的习气来讲的话 都一定是不相应刑罚 它一定就是一种能力了 所谓的叫做 新世所留下来 或者新世所放下的习气来讲的话 那个时候代表说什么 那个新世已经将要灭亡了 这个新世已经要停止之后 所以它会留下那个影像 或者有一种影响力 或者有一个所潜流的能力 我们在佛教的用词叫什么 它叫习气也好 或者习气种子也好 或者是内在的种子也好 这都是同意的 所以无漏的习气种子来讲 或者无漏的习气来讲的话 反而一定不可能是无漏制 只要是无漏制的习气也好 无漏的习气也好 等等来讲的话 那一定不可能是新世的 一定不可能是新世 到最后来讲什么呢 他会说就像佛陀来讲的话 以维斯派来讲 他说像佛陀的兴趣 就没有所谓的习气种子了 因为他的那时候 所有的习气种子都被唤醒了 所有的没有在随眠的 或者那个在潜能在能力